今天是让我走出奇迷了 无先前 这就是通天教主的实力吗 一个人打三个圣人 完全不落下风 通天教主可是除了太藏以外 最强的一位僧人了 就算是女娃和后妥都无法避免 看得出来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有那么强 看来通天教主还算信守承诺 信守承诺 见到众人疑惑地看着 刘恒就把自己受龙头嘴 前去教导拉拢通天的事情说了 对了 龙头还说要给我一份大礼呢 有何 在龙头主缘这么大方 快给我们看看 对 龙头不知道死哪去了 答应我的大礼都还没给我 过曹 我严重怀疑你这是被那个奸伤白嫖了 师兄 你没事办吧 我没事 动用鞋神之力吧 现在看来只能有死 你们平安都动就有哪些什么意义 你们从莫不分 看看你们神仿 还有改变神仿的样子吗 哼 只要能获得力量 这些都不重要 师弟 今天你注定赢不了我 罢了 打金子就让你们看看 我们就见了啥主流夺打 勤兵剑 简三揪消 决先减赞 决先减赞 打死熊里来的本号 在三个春菇 已经透靠心 被谈恨黄望 大师兄 这是我和通天的事 你不插手 若是我非要插手呢 师兄 告练啊 这要是在他上个太上 我们只能先逃逃 太极途冲 乃不蹭别人 决天 这件事你不该管 决天身躯有一些颤抖地 看着太上正义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像是大伙一样 照顾了他那么多年的师兄 竟然也会倒下血水 决天 很多事你以后就会明白的 你离去吧 就当给师兄一个面子 五颗论 即赞四兄非要打错 咋就别怪死病的办法 有我在 你什么也做不了 讲清楚了 你要面对我是四位圣神 哼 咋有这么呢 独闲 能玩不赢 既然有死 那就别怪我了 这么热情 需要加上我一个如 再慢慢 新晋的人到圣神 也想多管闲事 何来多管闲事之说 我本就是黄继城的人 倒是本尊给忘了 不过就凭一个 新晋圣人也敢拦我 看来许久 没在洪荒中出手 世人已经忘记 本尊的威名了 太上有些感慨 作为圣人中最强大的疑问 他已经太久没有遇到 敢挑战他的人 念你常圣神 诸后层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退走 我可当作刚才的事 没有发生 太上有些感慨 太上有些感慨 也罢 今天便让本尊 教教你这小辈 真的是规矩 太极头 阴阳相见 诸后层 想要和本座交手 你恐怕还不够合 不愧是太上圣人 作为曾经最强大的圣人 确实实力不凡 曾经怎么 现在本座计 不是最强的圣人 我有道理 最强的应该是 我 苍天一色 皇天当地 这不气息 很强大 人道圣人 诸后层 请站 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意气风放 气势翻倍增长的诸后层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翻 卧槽 祝铁牛牛饼 我原本以为 诸后层的机缘深厚 以后一定不凡 但没想到 能牛插到这种程度 没想到 他说的道体 居然是真的 那我这神通 会不会也是道体的表现 你那大头 与道体有猫的关系啊 不愧是咱老独的主 够霸气 咱喜欢 凯蓝猫们没必要再走 跟祖宝众与师兄等出不散不散不错 并且也就肯乃鲁牛牛 谁能想到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小子 能走到这一步 胆子也太大了 敢挑战太上胜 哼 天资不错 可惜你今卧六企图 确实奴底能耐 不过还不够 大罐头 养成定神 蕭虫小鸡也敢翻成路 青天风没听我号令 黄天风这一段 你可真是越来越让我搞到正题 混沌中 奇怪 龙黄海已得混沌中 故事已经消失在混沌之中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死凶搜中 就这点本事的话 那你注定是一个输家 以我之珍惜 和三道之召唤 黄天之路 这股气息 有圣人在皇帝城看下 崇光前辈我们再快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